雅速鋼鐵廠上空突然出現 如天女散花般的爆炸火光 這些光點落地後 立刻出現驚人爆炸 而且冒出不尋常的白色靈光 馬里乌伯爾官員在市群網站指控 俄軍對雅速鋼鐵廠動用殘忍的白鱗蛋 因為白鱗能自燃 而且溫度可達攝氏2000度以上 如果瞬間點燃皮膚 要淋虐死守鋼鐵廠的烏克蘭士兵 被俄軍包圍在場區內的雅速鋼官兵 最近狀況也曝光 可以看到受傷的戰士躺在地上 立頭也有人在微弱的燈光下修補衣服 看書和下棋 等待下一場戰鬥來臨 在我的心裡 我覺得沒有機會 但在我的心裡 我感覺我們可以救他們 只是在場區外的烏軍家屬 焦急攜帶臉上 他們只能相信自己的家人 能平安度過難關 我可以看到他 這是我的兒子 他有 他知道我期待 當然 沒有 只是鋼鐵廠的情況越來越不樂觀 我們繼續用很困難的 細心的討論 為了救我們 從瑪利歐坡 其實不只鋼鐵廠內 在馬里沃爾市區 這群人在插坡的建築外吃著飯 他們是在二軍襲擊中 幸存的烏克蘭人 他們不知自己還能往哪逃 只能繼續守在廢墟中 等待戰爭告一段落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瑞典總理安德森取得 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的同志 認同他宣布 瑞典要一改總理地位 跟進芬蘭加盟北約 我們200年長的政策 只是大陸央视却在瑞典采访到抗议加入北约的民众 他们认为北约频频触碰敏感底线 正在为他们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只是除了芬兰和瑞典之外 现在就连勇士中立国瑞士 都在考虑吸收北约盟友举行联合军演 或是提供武力支援 面对欧洲国家纷纷投入北约阵营 俄罗斯却只能继续用能源来威胁 我们会看到很多错误 从莫斯科出现 俄罗斯拒绝提供电力给芬兰 并且发动网路攻击 希望能就此挽回北欧邻国 加入北约的决心 TVBS新闻做不到 烘培面包在伊朗的成本变贵了 因为伊朗政府削减对进口小麦的补贴 导致各种面粉主食的价格 暴涨三倍以上 另外伊朗也挑高 使用油乳制品价格 引发多地民众抗议 甚至传出造成一人死亡 粮食通膨 印度也正在受苦 身为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 遭遇热浪 小麦收成大减 以及俄乌战争 导致全球小麦价格高涨 印度宣布全面禁止小麦出口 而中南美洲墨西哥物价涨三成 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通膨率都创近30年新高 大蓬蓬时代 全球各地百姓都得勒紧裤袋 过日子 TV 熊章 这名成余文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